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來到支付點評的環節 電話旁邊是接通了市府資產董事總經理姚浩然的 Patrick 早安 早安 Kenny 你好 是呀 Patrick 見到資源股方面近期都有點獲氣 知道你想講384中國煙氣 都想問一下你為什麼會想講它 最主要來說 其實內地方面都一直支持 用這個天然氣去取代煤 而在這個支持之下 你見到很多煙氣公司的營利能力 其實都看得比較好 而中國煙氣方面 其實它在黑龍光方面 都有幾多項目 以及預計它在北方那邊 繼續市場都有領導地位 以及 它應該會繼續在工商業的合戶方面 繼續都有增長在 現在預計的營利增長方面 接下來兩至三年 大概都是接近兩成左右 如果你看回市盈率來計 現在其實大概16倍 預計成率大概16倍 鬆一點點 如果你用回市盈增長率來計 就是PEG 其實市盈增長率大概一倍 所以在估值方面來說 仍然都是相對吸引的 中國煙氣方面 其實公司在1995年就上市 當年上市價1元 現在都升到30元 公司主要從事銷售管道煙氣 煙氣接駁等等 而中煙最新獲大禍 升它的目標價和評級 由29.9毫升至31.6 而評級又持有 升至跑贏大市 而高盛方面 都有升中煙的評級至買入 目標價上調去到36.5 現在最新的中煙方面 都要報30元 升超過百分之一 家庭觀眾方面 Patrick可以怎樣部署 現價可不可以買 我都可以回到29.5買 目標位33元 指示位可見的 放在28元的水平 現在大約有3至4元的水位 Patrick所說 Patrick想問你今天所說的 有沒有持有 我知道沒有持有 謝謝你今早做個分析 不過提回大家 剛才嘉賓所說的是個人意見 並不是任何投資的建議或推介 做所有的投資 都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相關風險